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家没搞到六角大风上 真是全教你之前教我那一招 委员修辞来修拾残局 你刚刚亲身体验了语文和文字 是怎样改变现实 问题几时都会遇到 解决办法取决于 我们怎样去看这个问题 原来losing a job 可以同时代表 free up for the future regaining a life 一体两面 即是正面或负面 在乎你用什么词汇去表达 语言其实不止是文化信息 和思维的在体 其实语言和思维 是不断互违互动 我还以为 思维影响我们 用什么词汇表达 其实是相向的 语言本身就是建立 和发展思维的媒介 不过我识的中文 和英文的词汇实在太少了 识字多不等于语文 和理解能力高 最重要是你 有没有扩大你所识的词汇 的信息量 信息量? 即是每个字 隐含的内涵 或联想意义 例如 你要知道 炒鱿鱼的同意词 是非常容易 随便都找到 无数个英文 firing someone 语言表达方法 其实识这么多字 都不会及你深入了解 每个字隐含的意义 如何影响接收 这些信息的人的感受 是不是 fire someone 是负面 free up for the future 即是正面? 没错 要知道 字是有感情的 充满贸易 贬义 或者正向 负向的情感色彩 例如三个 和解雇有关的英文字 fire right size free up for the future 分别带出负面 中立 正面的含义 老爸做什么 又不做事 爬在梳化上 做大懒虫 啊 妈 这些叫躺平 傻仔 是与世无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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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